加拿大方面无端污蔑抹黑中国驻家使领馆正常履职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已就此向家外交部负责人阐明严正立场 提出强烈抗议 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亦向加拿大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加拿大个别政客和媒体炒作所谓中方威胁家议员 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 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闹剧 2021年3月 中方决定制裁加拿大有关议员 是对加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回应 加方无理挑衅 严重损害中方利益在先 中方作出有力回应完全正当和必要 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领事人员 一向恪守有关国际公约 依法履职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利益